本讲我们来学习一下AdMX的一个启动方式 本来是AdMX6U或6LL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NGP的所有的AdMX系列 它的一个启动方式 好像都是大致是相同的 当然了我也不敢准确的保证 比如AdMX8、AdMX7这些 是不是也是按照我们本讲说的这种启动方式 但是呢我想它应该也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这个启动方式呢分两部分 一个是硬件的一个选择 就是硬件启动方式的选择 再一个就是这个启动文件 就并文件它前面有个头部嘛 这我们在讲汇编LED实验的时候呢 就已经说了 它的并文件呢有一个头部 所以这个头部里面包含了什么信息呢 所以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两个知识点 首先呢打开那肯定要一个是开发板光盘里面 找到我们的开发板 然后开发指南 因为开发指南里面呢 有专门的这一张讲启动 再呢要打开参考手册 AdMX6U参考手册 6ULL它的一个参考资料 这两份围档我们一会要用到 找到开发指南的第应该是第九章 第九章AdMX6U它的一个启动方式的一个详解 首先呢就是这个启动方式的一个选择 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做逻辑开发的时候 就是LED灯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说LED灯实验是从SD卡 读取BIN文件 并启动的 那么说明 稍微放大一点 说明呢6ULL支持从SD卡启动 好到这里呢 大家就肯定会有很多疑问 在学习S2的时候 我们呢一般都是把这个BIN文件下载到内部flash 从来没听说过还能从SD卡启动 对于一般的这个Linux 比如Cortex A系列新品而言呢 它不仅能从SD卡启动 我说的是现在比较新的啊 以前呢比如你说2440啊 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芯片 它可能不支持SD卡启动 对于现在比较新的芯片 它比如SD卡 我说的比较新可能就是10年以后 其实也算老了 SD卡启动 EMMC启动 NANA Flash启动 NOW Flash启动 SPA Flash启动 比如甚至于USB USB是下载烧写这个文件系统 这个Linux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Cortex A芯片呢 一般呢是支持多种启动方式的 因此呢6UL也是支持 支持多种启动方式 它这个启动方式 我们肯定要选择了 怎么选择呢 我们来看一下开发板 开发板这个图 在我们这个正理原子这个Alpha开发板上呢 我现在所指的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八位的一个波马开关 那么它上面这里标了 这叫BotConfig 那就是启动配置 对于Alpha开发板就是通过这 以这个八个波马开关来选择不同的启动方式 怎么选择呢 我们这里上面已经标了 比如USB下载SD卡 EMC和NANA Flash 我们支持四种启动方式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这个Alpha开发板 设置的支持四种 对于6UL来说它支持很多种 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 6UL是怎么支持从多种外置Flash启动程序的 那么这个肯定要查看我们这个6UL的一个参考数册 那么它的一个启动方式是在哪里呢 是在第八章System Boot系统启动 那系统启动这一章呢 详细的讲了关于这个6U它的一个启动方式 你看 它这什么支持从动众多的启动设备中启动 什么USB下载或者出现口下载 配置DCD 这个DCD就是这个B文件前面的 这个头部的一个信息 等等这些 这个BootRoom 我们都说了BootRoom就是NZIP在6UL里面编写的一段 跟BootLoad一样的一个代码 它这个内部的BootRoom呢 它支持NOTFlash启动 NOTFlash启动 OneNOT启动 SD MMC就是EMC 串情Flash 甚至于一番Proom QSPF 等等 多种启动方式 它这呢BootRoom呢使用BootMode啊 什么E-Field这个叫融丝的意思 这个什么Field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好像是你可以改 但是这只能改一次 一旦你改了以后以后这也就不能改了 我们在网上找一直找到BootMode这一张 BootMode它是根据引脚来设置的 它呢是有BootMode0和BootMode1这两个引脚 好BootMode0和BootMode1 我们先标一下1 这要叫启动什么 启动方式的选择 启动方式选择呢 Boot BootMode0和BootMode1 这两个呢是两个IO来控制的 我们打开正面原子开发板原理头 原理头我们打开核心板和底板 这两个原理头我们都打开 底板BootMode0和BootMode1 我们先看一下核心板 核心板的话找到这一张图 这叫6ull call应该是Boot Boot这一张原理头 打开以后我们放大 放大找到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呢 这是启动配置 没有讲BootMode是吧 我们看一下 没有 那我们找一下BootMode BootMode0 好 我们找到了在这里 这个呢是 6ull的这个芯片 它的芯片呢 T10和U10这两个引脚 就是BootMode0和BootMode1 这两个引脚 它是怎么控制呢 我们打开底板原理头 底板原理头我们找到这里 这一张这一张原理头 我们放大 下面这里有个Boot 这里呢就有一个拨码开关 这是拨码开关的原理头 这块这个上面应该标错了 这个off和on 应该是拨 应该是左边是on 右边是off 因为左边on 你打上去以后 这是一个10K上拉 那默认呢 它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下拉的 BootMode0和BootMode1 这在芯片内部是一个下拉的 所以呢 我们看我们的核心板的原理头 它其实并没有接一个外置的下拉电子 因为它这个芯片内部这里 我记得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下拉的 好 没有 那这个BootMode0和BootMode1呢 芯片内置默认是下拉 你看吧 它芯片默认下拉 当我们拨到左边的时候 就接了一个10K上拉电子 那它就成高了 那么同样的BootMode0和1 都是拨到左边 那就是高 10K上拉 接上去是高 所以的话 那么它是1 2 1角是BootMode1 2角是BootMode0 那么我们这个开发版呢 我们找到开发版的那个 开发指南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那张头 没有 没有的话呢 就是打开我们上一张会边这个灯 然后 验证下载 应该会有 代码稍写 在这里 然后这张头呢 就是我们这个板子呢 就是从左到右一次是12345678 那分别就是BootMode1 这里是1 BootMode0 它给我们这个圆里头呢 对起来BootMode1 BootMode0 好我们知道了 1和0 那1和0就是选择什么呢 选择启动方式的 打开参考手册 1和0 怎么选择呢 那可能是00001011嘛 就是这样选择的嘛 当全部为0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 对于我们alpha开发版的话 你全部拨到下面 你把这个打开 你全部把 就是最左边这两个嘛 最左边这两个 你把它全部拨到下面 那就是off 那么全部拨到上面 那就是全部on 是这样的 你把它全部拨为0的时候 就是什么 BootFrom 什么 Fuse 这是融丝的意思 如果改为01 那就是串行下载 也就是BootMode1是0 BootMode0是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注释 BootMode1是0 0是1 我们看前两阵 然后呢就是USB 所以它这个串口呢 它是这样写的串口下载 那就是USB和Urta 但我们一般是用串口 如果拨为10 就是内部Boot 11呢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最常用的 就只有这两个 01和10 拨为10就是选择 从内部Boot启动 也就是内部的BootRoom运行 这个BootRoom会选择 从哪个示威 不是BootRoom会选择 这个BootRoom呢会读取 剩下的这几位Boot的配置 选择从相应的设备去启动 好我们现在先总结一下 这个BootMode0和1 选择 从USB启动 还是内部Boot启动 如果要 烧写系统到开发版中 可以选择 从USB启动 或者说就是USB下载 启动不准确 应该是下载 如果要 一般我们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一般比如下载 下载到SD卡 EMC NUD等 外置 存储中 我们从USB 从这个串口下载 或者USB下载呢 这叫串型下载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系统 烧到SD卡EMC里面去 然后 然后 烧写完成以后 从相应的这个外置存储中启动 烧写完你要启动 那你得先 那设置 它是从 内部Boot启动的 就是BootMode0和BootMode1 设置 从内部Boot启动 然后呢 从相应的位置存储中启动系统 这个呢 就是BootMode0和BootMode1 它选择这个启动模式的一个配置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 对于正理原子的开发版 那你就是拨动这个BootMode1和2 1呢 是BootMode1 0是BootMode0 然后呢 怎么启动呢 其实我们这里 私印上已经打了 011 0101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启动方式 这个 关于 BootMode0和1 就是启动方式的选择 我们讲完了 但是呢 我选择以后 从内部Boot启动 我设置BootMode 从内部这个Boot启动 从什么Flash启动呢 那就是选择启动设备 这就是第二步 二 选择启动设备 启动设备的选择 我们打开参考手册 找 看能不能找到 这里都是讲那个启动 你看 如果你选择 对 我忘了说 应该是 如果你选择了 从内部启动的话 我们往下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肯定有详细讲的 这个BootDevice 这里有了BootDevice 启动设备 行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当然你如果要选择启动设备的前提是 前提是 你设置 我就不写Boot了 就是Mode1和Mode0 是从内部Boot启动的 也就是 也就是设置为1 Mode1等于1 Mode0等于0 的时候 只有选择它从内部Boot启动 你才需要设置这个启动设备 那问题来了就是 支持哪些设备 打开我们这个参考手册 我们看 它的支持启动设备 有什么 E 什么NowFlash 为的什么 EIM接口 在CS0片选 是要在CS0上 16位的总线 这是你使用NowFlash的前提 是要接到这个EIM接口 而且还是使用CS0的这个片选 Why not Why not 大家可能没听过 我也只是仅仅听过很少一两次 这个东西应该已经不用了 它已经被EMC淘汰了 当然你如果要用Why not的话 它也是要接到EIM接口 EIM接口是个什么接口呢 你可以在这里找 它肯定有这个 这个手册里面肯定有讲这个EIM接口 在这里什么 你看在这里 External Interface Mode 就是 这是什么 外 外部 外部接口 模块 这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自己点击去看 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接口肯定是接Flash的 也是要接到CS0这个片选上 然后呢 16位的总线 还有Raw not Raw not说白了 就是NadaFlash 我要为什么非得叫人Raw呢 它就是NadaFlash 它支持MLC和SLC两种启动 如果大家在装电脑 有选过这个SSD的时候 可能就会纠结是MLC的好呢 还是SLC的好 甚至于现在的QLC哪一个好 这里的MLC和SLC就是那个意思 这个呢 我要接到JPMI接口上 JPMI-2的接口上 然后夜大小要2K 4K或8K 总线宽度要8位的 并且什么40位的BCE硬件校验 这是ECC校验 跟ECC校验有关的 然后呢 四线SPF Flash 接着呢 就是SDEMC啊 等等这些 还有一份Proom 通过SPA接口的 就是这就是它内部 你选择内部启动的时候 它支持的启动设备 那就是NOW Flash NOW Flash现在已经应该几乎是没人用了 这以前在很早之前 比如什么三星2440啊 这一些心愿可能会用 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了 现在主流就是EMMC或者NUD 就是这两种了 如果你想吃个成本 可能呢会有SPF Flash 我们先写一下NOW Flash 我们要NUD和NUD Flash NUD Flash 还有什么 QSPF Flash SD卡 QSPF Flash 但是跟我们就是W25Q256 这种SPF Flash 区别就是它是支持四线的 但是呢 W25Q256 这个SPF Flash 它也支持四线 Q的意思就是Quad 四线的意思 然后SD EMC啊等等等等 就是这一类的卡 最后就是一方Proom 我们最常用 最常用的就是什么NUD NUD 我说的是这个NUD Flash 不是YNAD NUD SD EMC 甚至什么SPF 是QSPF 但是QSPF 是一般的都比较小 所以的话用的很 其实很少 但是呢 它为什么也有人用 你说这么小 为什么有人用呢 但是它因为它省成本 你如果后面 比如说像这种行车 记录也都很便宜 它用一个QSPF 它一个八兆的 它一个八兆 自己的QSPF 就可以把整个Linux系统 Uboot 文件系统等等这些 全部放下去 但是需要裁剪 这就需要你的功底了 我们正理原子开发版 没有接这个QSPF 我们只有两种 NUD和EMC 当然了也支持 从SDK启动 也就是说支持这三种 接下来就如何选择 启动设备 好了 它支持这么多 咱们来选择了 那跟BotMod0 和BotMod1一样 也是通过BotConfig 对吧 它是BotConfig来选择的 通过BotConfig 选择 它的BotConfig呢 支持很多 我们找一下 它前面有讲 我找到以后 给大家说一下 是怎么选择 在这里257页 257页 这里有一个 BotConfig 1 2 4 我们写下来 有 感觉我这键盘有问题 老师按下去没反应 Bot BotConfig 一个什么124 每个8位124 它是什么含义呢 大家也不用在这文章里面找了 直接打开我们的核心版源头 我们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 看这里 就是这个Bot的这张源头 我们打开 看BotConfig 101234567 这有接头 这个头我也是从 这个NGIP自己官方开发板上接下来的 这个头非常好 你看 BotConfig 2 1234567 BotConfig 4 0 1234567 是不是看到这三张头 瞬间就头大了 竟然这么复杂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BotConfig 对应的是啥 这一些 从来打开我们的这个 参考手册 往下找 找到这里 你看 GPIOBOT 什么overread 其实就是通过GPIO来设置 我们刚刚都说了BotMod 0和1 我们都已经讲了 接下来就是重点 这个LCD LCD的数据为0到24 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BotConfig 它分别对应于BotConfig 1的一个0到7 2的一个0到7 4的一个0到7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核心的圆顶头 你看这边就是所有的Bot 我们这里已经分了 0到7就是BotConfig1的0到7 LCD data的8到15就是这个BotConfig2等的这些 它们在核心板上默认所有的 当然出了这一部分 就是LCD data0 Data1 还有这个Data LCD data13和14这些 这四个以外 它其他的这一些都是接地的 在Alpha开发板上 大部分默认都接地 47K接地 相当于默认都接地 接地以后 其实对于我们像这种BotConfig4 它的一个0到7 我们都是把它接到地区的 它就没用的 所以这一部分全部接地 BotConfig4的8根7全部接地 那么接下来就剩两个了 一个就是Config1的0到7和2的0到7 2的0到7它其实呢大部分也全是接地的 你看这里有两个上拉 它其实DNP的意思就是不焊接的意思 这两个不焊接 那相对它也全部接地了 BotConfig2的BotConfig2有一个位它是比较重要的 是哪一位呢 我们打开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底板源里头 我们先看一下 它应该是在 8到15是吧 我们找到对应的8到15 应该是11 lcd.dat11 我们再看lcd.dat11对应的是哪一个呢 就是BotConfig2的一个3 除了BotConfig2 3这个位它是用来做啥呢 让我们看一下 BotConfig2 3是往下往下 好找到了 它似乎是跟sd1mc有关 这个23和24呢 一起来决定你是从sdhc1还是sdhc2启动 这里呢 因为6u ll它是支持两个sd卡接口的 所以的话你要选择是从哪一个接口上的一个sd卡启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Config2和4你看这两个选择 2和4说错了 Config24它都是00 所以的话这两个都接 Config24呢接0 Config23呢0和1来选择 所以的话 这么写下 此位 用来选择 sd卡启动接口 对的我们底板上呢 就是这个lcd.dat11 那就是对应的是这个第四个BotCon 第三个BotCon开关 应该是BotCon开关的第三位 就是我现在手指指的这个三这个位 那这个位拨上去为1的时候它是从 大概 但是为1的时候是从sdhc2启动 为0的时候是从sdhc1启动 它是这样的 然后其他的全部接地我们就不动了 就真的不动了 接着到 重点就是BotConfig1这8位 BotConfig1这8位呢 其实我们用的也 不多 我们重点用哪几位呢 看一下 34567 34567 那就是34567 就这几位 剩下的012 012就按照我们这个末位的 0和1呢末位是上拉 那么0122呢是一个下拉 这都是不动的 重点就是34567 34567这几位 我们来看一下34567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先写一下 接下来就到了BotCFJ1 是吧 它的一个012 这些都是定死的 BotConfig1的一个012都是定死的 34567是可以设置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34567 这是什么含义 BotConfig1它的一个3 分别对应你如果用QSP WEMI什么串行Room的时候怎么办呢 前三个我们都没用 那你就无效了 接下来就到了 SD EMC和NUD 这三个才是我们重点看的 如果用作SD的话 它这个 E3和E2 它一起组成 选择这个速度的 我们不在乎 然后同样的到 这个EMC的话 为0的时候是 这个高速 为1的时候是正常 我们一般是为 一般把这个设置为0 也就是说 你如果选择EMC启动的话 这一个位我们都是打下去 是这条0的 也就是高速的 对于NUD来讲呢 它这个Bot1Config3 它跟这个Bot1Config2 一起走成了一个位 就是NUD Number of device 也就是你这个板子上 这个NadaFlash设备的数量 我们一般都接一个 所以都是00 3讲完后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4567 4567呢 前三个不用看 我们不用 我们重点来看这个 重点来看下面这三个 765 它分别是0 1 0 后面这个就是 Bot1Config1到4 它是Fastboot Fastboot 对于SD和EMC来说 它是支持什么快速启动 这种设置了 那我们一般都是把这个设置为0 这些都是设置到0区了 那就是对于SD和EMC来说 那就是前三位 就是010的时候是SD和启动 011的时候 那就是EMC启动 那接下来就是NadaFlash NadaFlash的话 首先Bot17肯定是要1 然后呢 Bot16 这是什么Bot 什么它 什么模式 我们看一下参考手册 参考手册呢 我们找到这个NadaFlash这一块 同样就是启动第八章SystemBot 然后它的一个NadaFlash这一块 这是在270页 270页 我们看一下 这是1到几 1到6 不是 16 BotConfig 16 BotConfig 16 确认一下 没问题 BotConfig 16 这一栏 它呢就是为0的时候 就是rollNada 就是我们的NadaFlash 唯一的是什么 翻转模式Nada 那么肯定要将这个设置为0 这个 如果你从NadaFlash启动的话 1 6 BotConfig 1的6 这一定设置为0 这一位 6 这一位一定设置为0 然后 5和4 BotConfig 1 5和14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决定的一个属性 它就是Pages & Block 块里面的页大小 那这就扯到了这个NadaFlash的一个结构了 页大小 00的时候是128页 01的时候64页 10的时候32页 11的时候256页 怎么办呢 那你只能看你所使用的这个NadaFlash了 比如 我们 正体原子开发版一般使用的这种MT29F4G08 但我不敢保证一定是这一个 可能会换 但是呢 这个NadaFlash它这个标准是统一的 一般你比如这种512M字节的这个SLC NadaFlash它的结构都是相同的 我们看一下 它支持一个块有多少个页 我们往上找 看Block Size 块大小64页 那64页的话 那你就应该设置为01 01的意思就是 Border Config 15 设置为0 Border Config 14 设置为1 那么就选择了64页 好了 整体的一个启动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首先呢 启动模式选择 你选择到内部Room启动的话 那么该选择什么样的启动设备呢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长 一大串 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但是呢 这个其实就是不难 它其实就是通过这几个波马开关 选择从哪个Flash启动嘛 只是难的 可能第一次看的话 这一上来一大堆表 这一堆可能会懵 但是我都说了 你看 Border Config 4 不用考虑了 全部下了 Border Config 2 仅仅一个Data 11 这个Data 11是决定 从SD卡启动的哪一个SD卡接口 好了 这个很好理解吧 然后再往上 重点就是Border Config 1 但是呢 012 第三位呢 也已经定死了 不要我们考虑了 剩下了E3 E3呢 它也只是设置这种速度的 一般情况下 也不需要设置 虽然我们这个波马开关引出来的 一般也不设置 重点呢 不就剩下了 Border Config 1的一个4567吗 4567这里已经写的很像 而且前三个我们还不用 我们只用后面这三个 你看 这一下把范围就缩小了很多了 就剩下这么一点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正点原子的这个 启动的设置 首先在核心板上 我们写下 这一行没用 这我刚刚写的一个东西 在核心板上 正点原子开发板 启动 应该叫boot 电路设置 因为 你要搞懂 我们这个电路设置的话 的目的是 你如果买我们的核心板 自己做底板的话 你应该怎么去做 这里的话 核心板默认的这些呢 我就说全部接低了吧 好吧 因为虽然有些也是接高了 核心板 核心板 LCD Date0 到 23 基本 其实我前面都写了 下拉 基本都是下拉的 然后你这个数据 这些数据线呢 也引到了底板上 底板呢 在这个 波马开关配置这里呢 你看都已经上来了 它有一个4.7K的上拉 我们来简单化一下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 电子 它默认是一个 下拉 这是一个47K 这是核心板的 我们写上库 核心板是这个下拉 这是数据线嘛 引出去了 那么底板上呢 对于这个波马开关 它又有一个 什么呢 4.7K 上拉 这是一个3.3V的一个上拉 那这就是信号嘛 你如果把波马开关接上去 比如波马开关 打到on 那这里就连起来嘛 那就连起来 4.7K上拉 那这里一个分压电阻 你看47 那就是4. 那就是47 除以一个47 加4.7 乘以一个3.3V 不管结果如何 它肯定是一个高链屏 它肯定是高链屏 这就是高链屏 这就是原理 这个就是正点原子 这个整个核心板和底板 如何配套起来 实现这个 启动方式选择的一个电瓶 这一块的一个原理 它就是上下拉电阻 本讲呢 我们就是 讲了这个启动方式 大家如果 想详细的看 那你看第八章 就是6UL参考数字的第八章 这一章很长 大家呢 一旦遇到这种什么 FUSE融丝的 全部跳过 不要看 我们不用 全部跳过去 然后只看其他的一些 也可以看我们的开发手册 我们开发手册 其实对这个启动方式 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 首先是启动方式的选择 那就是BOTMOD0和1 它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 对于每一种启动方式 它都做了一个讲解 串行下载 内部Poteroom等等 这些 内部Poteroom 这触实化内容 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启动设备的选择 都支持什么样的启动设备 再往下 那么这些启动 如何选择启动设备呢 那就是根据这个 BOT CONFIG 124 这24位 这24位又接到了LCD上 怎么选择呢 那就是根据这个 再往下 就是根据这个波马开关来选择嘛 波马开关怎么去选择呢 这里有详细的讲 怎么去设置 设置好以后 它是从什么样的Flash启动的 都有 波马开关的设置的马表 等等 非常详细 本讲我们就到这里 EEN 100 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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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EN 感谢观看